魔王只一没有了保护魔 就要被四个打脚轮流魔 利文原本是高高在上的魔王 如今没有保护身子的那个魔王 现在正被曾经的手下追杀至此 为首的内加尔首先调侃 没有力量的你 也学不会为所的你 不过利文虽然骨头肉 但是嘴特硬 我可从来没有隐瞒 谁叫你们四个都是睁眼下 这话直接让气氛下降到零度 利文还以为自己的嘴炮很厉害 继续挑衅 来吧杀了我吧 反正我也没有任何价值 可是等待半天也不见有动静 唯有众人友好的微笑 见此利文渐渐意识到气氛 怎么有点不对见 这时内加尔的声音响起 我们的小魔王为何一直这么闪开着 利文 你对自己的价值真是一无所知 利文不明白 明明自己都没有可以让他们吸取的活力 看看 看你这可爱的样子 给你表演一场实操课吧 梅菲斯克准备就位 好的 我的内加尔大人 只见随着内加尔披风的一阵抽动 不停地砰砰砰声 随着什么东西蹦了出来 下一秒 就见魔王利文被无数条滑溜的触手困住 利文只能惊慌地大叫着 小可爱放了自己 然而梅菲斯特却只是一脸得意地欣赏自己的节奏 不一会儿 触手就将利文给叼了起来 该死 到底他们想要做什么 无奈的利文还想继续嘴炮输出 可一只触手已经来到他的里面 下一秒 世界就安静多了 只留下有节奏的咕嘟咕嘟 作为博士的梅菲斯特 为了更好地确认利文的状态 随即又对自己的助手下达检查另一个地方 尽管利文已经意识到后面的威胁 但哪怕叫破喉咙也没人能救他 幸好这时内加尔叫住了梅菲斯特 你做得很好 后面的检查工作就交给我了 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没人会告诉你是生仔 上话说道 魔王利文被自己的手下梅菲斯特进行了疏通清醒 感觉差不多的内加尔提出了应该坏人了 利文却始终不明白 曾经的手下有何目的 忽然利文的肚子感觉一阵刺痛 就如被烧红的铁棍一顿脚似的 内加尔关心的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利文搞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状况 更加不明白自己需要怎样的帮助 只见内加尔手握住方向盘 利文才意识到大事不好 立马就开始反抗 你这小可爱 胆敢对魔王大人干嘛 然而利文的反抗很如棉花银 轻软无力 只能任由内加尔拿捏 不然 利文双眼瞳孔放大 恍惚看到什么要命的东西 全身颤抖不拟 利马苦苦哀求 大捏 可利文越是这样 内加尔反而越有信任 不顾利文的反对 只听到他惨烈的痛苦呼喊 利文 让我来告诉你真正的价值 首先我想你明白 无论我们四个如何抢他 却始终无法孕育生命 但你不一样 你肚子可以创造奇迹 利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内加尔 我跟你们一样都是男人 你不要瞎说 然而内加尔只是轻轻一按 利文痛苦的表情就要上天 内加尔微微一笑 不管你信不信 那就是你接下来的使命 利文终于认清到现实 自己必须紧快逃离他们的魔装 但如今失去魔力的答案 又能怎么逃得掉 同一开始的坚决反抗 到后面的放手顺从 利文只能任由内加尔 他们实行残酷的生育计划 他是史上最惨魔王利文 自从失去保护套后 先是被梅菲斯特触手清洗 接着又被内加尔植入生命 跟着还不给穿苦茶子关监狱 如今他又遭到最讨厌的手下惦击 上话说道 利文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生孩子的恶意 内加尔做完一切 被安排梅菲斯特立马执行 然而黑皮德乌斯却急了 不是应该轮到我了吗 哪知内加尔却表示还没到时候 你要多点耐心 迟早会到你 就这样利文被二人带走 其实这一切 只因利文失去了作为魔王的强大力量 曾经的他可是让整个世界文明退步 虽然只是损失了半个魔族 不过他的手下们却早就对他不满 一得知他没了保护母 就共同讨论如何惩罚他 而其中德乌斯只要利文没命 希望内加尔将利文交给他处置 可内加尔并不想直接杀了他 毕竟利文的死除了解气 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好处 内加尔心里明白 利文是他们当中最特别的存在 虽然他本人毫不知情 画面来到地下牢房 利文突然惊醒起身 全身毛孔都不断传来阵阵刺痛 该死 感觉所有细胞壁都要碎了 戴琪舒缓一阵后 发现自己被关到地下牢房 忽然利文感受一阵湿润的凉悯 随即脸红个泡泡茶壶 那群鞭台居然苦茶子都抢走 再怎么说也是相处了两年半的部下 然而却没有一点真感情 这可让利文越想就是越气 乃至突然传来 居然还有力气 随着阵阵滋滋滋的电流声响 德乌斯大叫的有趣有趣的嘴唇 看见眼前人的利文心里莫名慌的一笔 可还是嘴硬的嘲笑德乌斯就是个小丑 这话直接让德乌斯给爆 你看他还不明白目前应该怎叫 利文没有反抗之力 明知道不可嘴欠 但就是控制不住 德乌斯面露微笑 决定要好好教育利文 从今天起 他就是你的导师了 利文只能大叫小可爱 当在德乌斯的硬威下 还是不得不开始了学习 嗯 表现还不错 德乌斯很满意 既然这样 那就送给我可爱学生一个小礼物吧 利文见词也不再嚣张 难道他要 德乌斯老师对不听话的学生都有奖励 只听一声响指 搭的一下 瞬间无数电流 就充满利文全身 利文忍不住留下痛苦的眼泪 果然你是最讨人厌的了 欺弱者 德乌斯 为了提高魔王的创造概率 即将面对手下的前后佳绩 上话说道 李昂被德乌斯当着普通野兽驯服 也不知你还能撑多久 眼看滋滋的电流声又要开始 李昂立马叫停 表示自己愿意配合 德乌斯一听就满脸坏笑 那就好好给我喝下去 接着李昂就后悔得要死 喉咙都快烧穿了 哪知德乌斯却说现在才刚刚开始 一把将李昂给甩到墙上 李昂终究是认清了现实 自己是逃不掉 德乌斯也开始喜欢上李昂 果然那家耳流他一命是对的 忽然一阵凉意传来 德乌斯立马转头 牢门外出现一道恍惚 被抢了猎物的猛兽身意 维利尔 你什么时候来的 居然看得这么安静 可维利尔的脑海中 却一直想着忘不掉的那个瞬间 第一次见到李昂大人 穿着黑亮铠甲 全身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那随意透露出的 不可一世的顽灭一笑 让维利尔一直心动如今 这时 德乌斯居然对其发起了邀请 可维利尔听了如小狗一般慌张 自己只是担心 李昂大人的身体才过来 那好吧 你就在一边继续安静地看着 我会让你一直崇拜的李昂大人 创造奇迹 话音刚落 只听咔嚓声响起 瞬间牢门墙壁就碎成了豆腐炸 维利尔全身散发着危险的冷气 走了进来 这把李昂都看傻了 维利尔 嘿嘿 抱歉哈 我本来只想开个门 只能怪这钢筋有点戏 忽然 李昂大叫一声维利尔 希望能解救自己 这让维利尔怦然心动 立马将李昂抢抱到怀里 李昂大人 抱歉我来晚了 可德乌斯却让维利尔不要装乖了 李昂不明所以 抱到大尼丘 你休得胡说 但下一秒 李昂感受到一阵异样 跟着维利尔 就一直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李昂大人 我已经控制不住我的洪荒之力 我等这个瞬间 已经整整一千年了 原本一见面就摇尾巴的中拳 又为何变成爱上李昂的疯狗 那时的李昂 还是高高在上的魔王 内加尔为李昂精心挑选了一名中拳 我叫维利尔 虽然目前很矮小 以后一定会长大 但孤傲的魔王李昂 却满脸都是冷 眼神深邃犀利 盯着台下的中拳 维利尔全身僵硬 见到这么像的魔王大人 如同做梦一般 忽然 李昂开口询问他背后 飞速摇摆的东西是什么 维利尔自己都吓了一跳 糟糕 尾巴怎么露出来了 立马一溜烟的用手按住 对不起魔王大人 是我没有藏好 哪知李昂扑斥一笑 内加尔 这就是你专门给我挑选的中拳吗 抱歉 我的魔王大人 我会重新找一只 这话让维利尔如遭五雷轰底 扑通一下 就跪了下去 泪眼汪汪 好不可怜 都怪自己控制不住 这尾巴不要也罢 魔王大人我马上就砍掉 李昂听了又是慌张又是无语 内加尔 你不解释清楚 那你自己收了他 哪知内加尔却说 维利尔露尾巴 是他控制不住对别人的情绪 他一般强大又美丽 自己就想以后伺候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李昂大人 这 这 李昂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脸红的泡泡茶壶 跟着就扭扭捏捏的说道 既然你有如此心意 再不同意就显得我不惊人情了 嗨嗨 而且以后尾巴也不用藏起来 维利尔一听 立马就停止了哭泣 脸色充满了满足的微笑 这也是第一个 对李昂透露真感情的存在 然而还是没想到 自己会被维利尔抓住 李昂大人 对不起 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 我不想把你弄疼 听话哦 果然自己就是个大傻子 这个世界除了他 根本没人对自己是真心 魔王李昂被黑土豆和小狼狗 前后夹击的两步晕厥 幸好张鱼博士 梅菲斯特及时出现拯救了他 喂 维利尔 你这家伙怎么还吃起毒食了 我可是在这里都等了两分半了 嘿嘿 德乌斯我不正研究着双螺旋DNA的 重新排列组合吗 泽泽 德乌斯很不爽 你个疯狗子居然还讲起科学 不过问题不大 我换个地方研究也是一样 忽然 维利尔停了下来 好像遇到什么研究瓶颈 德乌斯问他要不要帮忙 维利尔很生气 都怪你打扰我 让我分了心 可德乌斯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只是坏坏一想 滋滋的电流又出现了 弄得维利尔一下就突破了 德乌斯真是不管李昂的死活 忽然 维利尔面露惊吓 李 李 李昂大人 你怎么了 维利尔停下了研究 想要将李昂给救醒 可德乌斯居然还要继续 维利尔慌乱地让他停下来 李昂会坏掉命运的 哈 德乌斯居然还抱怨 不就是晕倒了吗 不要大惊小怪 这时 一阵哒哒的脚步声响起 梅菲斯特满脸微笑地问二人 这是怎么回事 那家儿大人 可让你们不要乱动 维利尔抢先举报 自己就是打酱油 都怪德乌斯这个黑土豆乱放电 哈 谁家打酱油把墙都打破了 什么叫我是放电的黑土豆 原以为梅菲斯特会一直面露 梅菲斯特是对李昂的身体最不感兴趣的 谁知道其实他才是最疯狂变态的一个 完全不顾李昂的意愿 就将其绑了起来 我想这样的事情 李昂你应该不会大惊小怪了 不不 梅菲斯特 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嗯哼 我不就是研究一下 没人告诉你 在医生面前可不要太害羞 梅菲斯特就这样自顾地做起初步观察 看了半天居然蹦出个 真不如哥布林的壮观 李昂瞬间发火 明明是你们四个太超标 哥布林那种低等魔物 怎么能跟我比较 可梅菲斯特只认同了上半句 太超标确实很烦恼 所以不用的时候 我都是收起来 李昂满脸厌恶 谁想知道你是怎么弄的 梅菲斯特却是兴趣越来越大 如果李昂大人动情了 还会这样吗 李昂嘴硬的大叫 你有本事试试 但下一秒就只能哭着求不要 停下来 梅菲斯特认真地观察李昂的变化 发现没多久李昂就坚持不住了 难道你本来就这样吗 李昂大骂梅菲斯特大变态 把人当玩具研究 梅菲斯特一听就不干了 我只是在做普通的日常工作 变成这样 是你自己的身体特殊 李昂才不信他的鬼话 可是又控制不住身体的反应 让梅菲斯特看着真是好笑 忽然 李昂瞳孔放大 满脸惊吓的你要干嘛 梅菲斯特露出灿烂的微笑 当然是采集实验素材 不过趁着这次机会 告诉你的秘密 其实我早就想研究魔王大人了 只是以前你太强大 一直没有机会 我可不像那两个二傻 我追求的可是科学 科学才会使我快乐 李昂大人也应该为科学无畏献身 所以你就不要一直叫停下来 然而由于一直被研究同一个地方 李昂已经想停也停不下了 不知过了多久 梅菲斯特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素材 明明你的身体这么棒 为何不开心地享受生活 反而偏要陷于沉眠 哈 谁跟你们一样 不知道只有跟相爱的人在一起 才能感受到幸福呢 梅菲斯特听了答案 就突然止不住地哈哈大笑 笑完就一把将李昂拉到身前 你说的没错 毕竟李昂你根本不属于这里 你不是恶夺者啊 魔王李昂被章鱼博士绑起来做研究 居然说李昂的腿 还没哥布林的打 不过他也不喜欢大猪 毕竟行动起来不方便 自己平时都是收了藏起 上话说到 李昂被黑土豆和小疯狗研究的晕死过去 幸好梅菲斯特及时出现 将其就回了下 也不知李昂晕了多久 现在才终于睁开双眼 稍稍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瓶瓶罐罐 就知道自己这是在梅菲斯特的舒服 自己除了找他要安眠要晚 对他其实是一无所知 忽然 我们的魔王大人在想谁 这么入名 原来是梅菲斯特早已来的身份 看见你恢复得不错 我就放心了 你等我一下 我这就再给你拿点补药 李昂看着梅菲斯特认真的背影 估计也就他不掺我的身子了 心想要不要从他这里打 哪知一阵刺痛突然出现 啊 好疼 我的小肚肚好疼啊 就跟有孩子在肚子内大闹似的 李昂痛得都直接滚到了床下 梅菲斯特才注意到李昂的意状 来 李昂 把这个药喝了 你就不痛了 李昂顺从地喝下神秘液体 药效也是立竿见你 跟着一吼就立马歸开了梅菲斯特 是不是全都怪你 还不把我变回去 梅菲斯特歪头一笑 什么意思 李昂咬牙切齿 你居然还装蒜 自从那天你灌了我的喉咙后 我就不正常了 而且那家儿还对我说子宫什么 大大 李昂 你是不是有点想太多了 我那天可只是为你喝了普普通通的发热水 虽然我承认我是天才博士 可我还没有创造子宫的能力哦 而且只要我有 估计你早就躺了吧 什么 李昂现在完全不明白自己身体是怎么回事 如果这一切都不是梅菲斯特做 那我肚子的疼痛又是怎么回事 梅菲斯特看着 想要获得十万个为什么的李昂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身体的秘密 只听刷刷声响 李昂瞬间就被触手给绑架起来 既然大家都想知道答案 那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吧 魔王被变态章鱼抓起来做研究 发现昆昆的景色不如胳膊铃 还榨干了李昂的所有生命包子 原以为梅菲斯特是对李昂的身体最不感兴趣的 谁知道其实他才是最疯狂变态的一个 完全不顾李昂的意愿 就将其绑了起来 我想这样的事情 李昂你应该不会大惊小怪了 不过梅菲斯特 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嗯哼 我不就是研究一下 没人告诉你 在医生面前可不要太害羞 梅菲斯特就这样自顾地做起初步观察 看了半天居然蹦出个 真不如哥布林的壮观 李昂瞬间发火 明明是你们四个太超标 哥布林那种低等魔物 怎么能跟我比较 可梅菲斯特只认同了上半句 梅菲斯特却是兴趣越来越大 如果李昂大人动情了 还会这样吗 李昂嘴硬地大叫 你有本事试试 但下一秒就只能哭着求不要停下来 梅菲斯特认真地观察李昂的变化 发现没多久李昂就坚持不住了 难道你本来就这样吗 李昂大骂梅菲斯特大变态 把人当玩具研究 梅菲斯特一听就不干了 我只是在做普通的日常工作 变成这样是你自己的身体特殊 李昂才不信他的鬼话 可是又控制不住身体的反应 让梅菲斯特看着真是好笑 忽然李昂瞳孔放大 满脸惊吓的你要干嘛 梅菲斯特露出灿烂的微笑 当然是采集实验素材 不过趁着这次机会告诉你的秘密 其实我早就想研究魔王大人了 只是以前你太强大一直没有机会 我可不像那两个二傻 我追求的可是科学 科学才会使我快乐 李昂大人也应该为科学无畏献身 所以你就不要一直叫停下来 然而由于一直被研究同一个地方 李昂已经想停也停不下了 不知过了多久 梅菲斯特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素材 明明你的身体这么棒 为何不开心地享受生活 反而偏要陷于沉眠 哈 谁跟你们一样 不知道只有跟相爱的人在一起 才能感受到幸福呢 梅菲斯特听了答案 就突然止不住地哈哈大笑 笑完就一把将李昂拉到身前 你说的没错 毕竟李昂你根本不属于这里 你不是恶夺者啊 魔王李昂被种下一颗蘑菇包子 乃至生下后 却被章鱼博士一脚踩破 上话说到梅菲斯特揭露李昂 堕落者的身份 李昂质问是谁告诉他的 梅菲斯特笑着表示 只要有脑子就能想到 更何况你这迷人的样子 早就出卖了你 接着梅菲斯特自顾地说道 不知你有没有听说 有一个一生只爱一人的种族 如果两个相爱的是男人 那么他还会为了对方 转变性别生孩子 李昂冷笑 这样荒唐的小说故事 只有你会看吧 梅菲斯特却说 难道你不知道 大部分小说都来源于现实吗 李昂明白了 他这是在寒沙摄影地说自己啊 忽然李昂再次被触手捆住 那个你 你刚刚都说了结束了 梅菲斯特眼嘴一笑 哈哈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觉得被戏弄的李昂直接发火 威胁梅菲斯特自己一定会还回去 我只不过为你种下一颗 会随着环境长大的蘑菇包子 毕竟那家儿大人 很想知道你那里到底有没有用 随着包子的不断长大 李昂的肚子都鼓了起来 整个人都痛到颤抖 好疼好疼 李昂想要用力将该死的包子排出去 可剧烈的疼痛 让他不敢乱动 梅菲斯特好心地上前提醒 要赶紧弄出来哦 不然他直接在肚子里成长了 就会砰的一下 李昂当然很想 现在哪怕忍受着剧痛也在用力 终于在李昂都快虚脱的同时 一颗红色小丸子滚了出来 好巧不巧 还恰好滚到梅菲斯特的脚下 看着眼下的小丸子 梅菲斯特有点小失望 一脚就给踩了西八岁 这也没什么特别啊 跟着就冷漠地催促李昂抓紧起来 尊贵的那家儿大人 可还等着你吗 下话 我们的李昂终于可以穿上衣服了 就是吗 走路的时候钩子有点疼 曾经高高在上的强大魔王李昂 如今却被要求当四个手下的男主 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欣然接受了 这一切都只为再次见到曾经的初恋 上话说到 梅菲斯特踩碎了李昂产下的肉丸子 失望的就让李昂去找那家儿 而收拾好的李昂 忍不住的感慨 自己是多久没穿过衣服 虽然代价是被研究的钩子有点疼 恍惚多了一个动作似的 很快那家儿就出现在李昂的眼前 听说德乌斯和贝利 对你做了点过分的事情 李昂听了满脸的嘲笑 过分 说的只有他们两个做过什么 那家儿面对李昂的无礼并没有生气 只是露出了耐人寻味的微笑 其实我找你来的目的 只是想让你和我们友好相处而已 是啊 友好的可能就我自己 然后直玩躺着的那种 如果你那样理解貌似也对 而且你同意的话 我可以让你享受原先的代言 李昂忍不住吞了口水 什么时候 那家儿变得这么美 可作为曾经高高在上的魔王 李昂不打算被简单的包吃包住收买 如果我不愿意 下一秒 那家儿就已捏住了李昂的下巴 那我就把你送给那些低贱的魔物 听说哥布林就是不错的选 李昂双拳死死的握紧 强忍着心中的愤怒 可已经失去魔力的他 最终还是松开了 好吧 谁叫我早已是你们案板上的鱼肉 那家儿一点也不意外 看着这诱人的红唇 恭喜你选了条无痛的路 李昂刷的一下 就脸红得泡泡茶壶 我都三天没洗澡了 身上有点臭 你也不想要先带的我吧 那家儿其实还是很温柔 洗澡谁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李昂如愿来到了破晓玉池 可却气得浑身发抖 那家伙的温柔就是装出来的 哪有我选择的余地 不过这也看出他们只想要自己的身子 那么就可以一直苟活 自己还有未完的心愿 如果他们要 这臭皮囊不要一把 不知不觉 李昂陷入了沉睡 梦里的自己 又体会到那温暖的怀抱 可是不一会就又渐渐地失去 李昂不停地大叫着不要离开 不要抛弃我 我不像孤独的一个人 求求你了 不要走啊 那家儿被李昂抓得愣住 李昂的脸上早就哭得梨花带雨 两人接下来又将如何 请大家近代下回解说 那家儿是真的喜欢李昂啊 一切都是为了想要个孩子 这天梅菲斯特告诉那家儿结界出现松动 虽然造成不了多少损失 但对新住进来的那个人 还是有一定影响 于是那家儿立马就去找李昂 可到了房间却发现没有人影 正当期想他能去哪时 突然听到一阵阵呜呜哭声 那家儿走进到李昂身边 告诉他由于结界松动 希望换一个房子 可发现李昂哭得很伤心 本打算换个时间再来 哪知却被李昂一把抓住 跟着立马扑到了那家儿的怀里 紧紧拽住那家儿 不停地哭着求 不要走 自己再也不想一个人了 麻烦你多在我身边待一会好吗 那家儿心中的猛兽仿佛被唤醒 于是将李昂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李昂也苏醒了过来 原来一切都是错觉 可那家儿更加不开心 粗暴地将李昂给推倒 原本是想让你洗个澡好好休息 可这次是你主动投怀送抱 清醒的李昂不停地解释 这一切都是误会 可那家儿却表示 就算你不想也不行 现在的我可是火大大 你可要做一个负责的魔王啊 放火不灭火 你连史莱姆都不如 李昂抵抗的也越来越弱 在绝对武力面前 一切都是屠楼 那家儿眼见真是同意了 立马就要开始下一步动 可哪知李昂突然又叫停 既然我选择不了结局 那开始我总能选吧 那家儿当然是无所谓 只要能为自己生孩子 由于担心大家流量不够用 接下来十万回合的战斗 我就省略了 李昂最终因体力不支 而率先倒下 可还是没能怀上 那家儿的孩子 只因李昂身体内 存在一种强烈的排斥反应 难道这一切 跟李昂的白月光有关吗 李昂的白月光已然浮现 克里夫的就没让人怀孕 上话说道 那家儿耗尽所有 也没有成功让李昂怀孕 却反而还听到 有其他次元来犯 于是那家儿准备率队出征 可这次却不准备 带上梅菲斯特 你现在的唯一任务 就是解决李昂的排斥反应 没有什么是比那个更重要的 那家儿前脚刚走 后脚小疯狗和黑土豆 就哭骂地走了出来 看你们两个 跟那些低等魔物玩得很开心啊 黑土豆气呼呼地表示 你这是在赤裸裸地讽刺 哈哈 梅菲斯特肯定了黑土豆 这大聪明的观点 黑土豆自豪极了 我每天一瓶牛奶 可不是白喝的 梅菲斯特强行 憋住自己不孝 将那家儿两周后出征的消息 告诉了两人 你们可要调整好状态 到时候 可别拖了那家儿大人的后腿 并且大人还吩咐了 接下来的两周 李昂就随你们干嘛 而还不知自己即将遭遇的李昂 正陷入美好的回忆 回忆中的他对白月光 像个小孩一样撒着娇 你怎么现在才行 不知道没有你的每一秒 我都痛苦万分吗 啊 脑壳好疼 必须要摸摸头才行 白月光简单地说了句对不起 然后问李昂想不想家人 哪知李昂很是干脆 不想 自己可什么都不记得了 更何况我现在唯一的家人就是你 克里夫 如果当时没有你 可能我早就被吃了 不夜大战小怪兽 只为李昂一口肉 欲棒相争昂得利 不料背后有老六 哪知老六六翻了 克里夫来诉就妻 上话说道 李昂回忆起与克里夫美好的曾经 这也让他想起与他的第一次相遇 原本的李昂不知什么原因 被传送到这片暗红荒芜的大地 此时的他已经是伤痕累累 不一会就吐血倒地不起 当其再度醒来时 脸上一直滴答着不明液体 用手一擦 气味独特又粘腻 李昂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液体居然如瀑布般流下 正准备抬头看看他的来源时 一道饿坏了的毒液身影 出现在李昂眼前 吓得李昂全身颤抖 想要逃离 可身体却不听使唤 眼看毒液的血盆大口 就要吞了自己 李昂根本没看清刚刚飞来的是什么 可下一秒 自己就被一只巨手柄捏住 剧烈的疼痛 让李昂不停地求饶 眼前出现一名四只手的小怪兽 把李昂捏得痛苦地大叫 而毒液听着李昂的身影醒了过来 瞬间就咬向了小怪兽命运的脖梗 李昂幸运地摔在了地上 看着眼前血腥惨烈的战斗 李昂的胃力一阵翻江倒海 不过现在首要的是 逃离这恐怖的地方 可还没带他走多远 李昂突然停了下来 低头看去 自己的脚已经被什么捆住 下一秒 李昂就被强行给拖飞了起来 李昂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怪物 就是抓着自己不放 现在的他多么希望有人能救救自己 但转念之间 李昂就调整好心态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只能自救 忽然李昂的面前出现一道强光 下一秒困住自己的触手 就被炸得松开 可剧烈的爆炸将李昂也炸飞了老远 倒霉地直接摔到了悬崖下面 此时的李昂是多么的无力 难道自己就这么虚无地死去 而就在李昂闭眼绝望之际 一只大手将李昂的身体给拖住 发现自己停下来的李昂 不敢相信地睁开了双眼 虽然眼前人黑了点 但他又如太阳般 照亮了李昂要灰烬的心 要想孩子生得好 美食必须为得饱 连梅菲斯克都懂得道理 可偏偏很多男人去不懂 上话说道 李昂在绝境中被克里夫拯救 然而下一秒 他却又痛苦地大叫 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明明自己早就强行忘掉 为何又要想起那段无力的曾经 忽然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李昂大人 吃饭时间到了 我要进去了 不一会儿 一桌子美食就呈现在李昂眼前 让他不敢相信这是自己能吃的吗 怎么今天的食物花样这么多啊 梅菲斯特也不谦虚 我就跟雷神学了两天半而已 虽然李昂很是不相信 但更多还是害怕 放心好了 这次我可没有加什么特殊的调料 然而即便李昂的内心是拒绝的 可身体却诚实地动了起来 嗯哼 没想到这饭菜的味道真不错的脸 好吃到让李昂怀疑人生 自己以前做的佩奇都不吃吧 该死 他一定是瞒着我加了什么科技与狠活 梅菲斯特期待地问李昂好不好吃 李昂却假装淡定地表示一般一般 可吃饭的动作却一刻也不带停 等他吃了半天才发现 梅菲斯特居然一直看着自己 难道我有这么好看 抱歉啊 我只对李昂大人喜欢吃的东西感兴趣 李昂有点沉怒 自己喜欢吃什么 管你啥事 梅菲斯特跟着就解释 这可是为了你的身体早点恢复 毕竟反正都要吃 是自己喜欢的 总要好些是不 嗯 李昂也很是赞同 舌尖的美味谁不爱呢 哪知梅菲斯特却继续说 吃好了才有力气生孩子 毕竟那很费体力 上次与内加尔的十万次大乱斗失败了 就怪李昂的体力不好 所以从现在起 我要每天给你做爱吃的美食 阿脸 李昂这才发现还是自己想多了 明明他们的目的一直就只有一个 大家最讨厌的黑肚斗他又来了 一来就要在桌子上欺负李昂 上话说道 李昂被梅菲斯特用美食保养 只因他刚苏醒的时候 就连下床都很费劲 可想李昂与内加尔的战斗 是多么的惨烈 而最近几天 李昂没有受到那群家伙的折磨 原来他们都在准备出征 原本黑魔宝这片大地 就无法诞生生命 但拥有跨越次元能力的内加尔 却凭一己之力 不断掠夺其他次元的生命 创造了这里的文明 那时候的李昂就很不明白 原来你都去过了呀 是啊 最近的一次 也只是待了七年而已 李昂吐槽 你不是自己都不记得 活了多久了吗 难道你害怕死亡吗 内加尔眼神落幕 死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 但我的梦想是改变这块土地 那时的李昂还不明白 内加尔说的什么意思 心里想的只是 如果自己拥有那种力量 早就离开这没有他的地方 不然也不会沦落成生育工具 突然 咚咚声响 将李昂带回了现实 回头看去 居然是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人 德乌斯 以前我是有多恨 看着你这还须吃食物 维持身体的可怜样子 真是让我心疼 要不我输送你 俺那块爆炸的磨裂 李昂听着德乌斯的嘲笑 很是不开心 李昂知道 这都说德乌斯故意的挑衅 偏偏就是不想让这黑土豆得逞 哎 有个一直盯着的章鱼怪就够不爽了 现在又多了个吃了小苹果的臭蟑螂 李昂直接开板 我不吃了 哪个蟑螂爱吃就谁吃 梅菲斯特挺纳闷 明明一开始吃得很开心 难道是因为刚来的德乌斯吗 德乌斯可不乐意了 立马激动地大叫李昂 这是冤枉好人 李昂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二人争吵 烦不胜烦 忽然 德乌斯直接让李昂说原因 李昂用美丽动人的脸 告诉了他答案 这可更把德乌斯给气坏了 直接一手将李昂给按在了桌上 好久没看到你哭了 想念我电流的滋味吗 德乌斯居然称呼李昂 为不知羞耻的黑魔宝马 哪知李昂却说 没有比怀了胆小鬼的孩子 更羞耻的事 气得德乌斯的玻璃 心当场破碎 按着李昂在桌上一顿锤 上话说道 李昂没有胃口吃饭 只怪德乌斯惹咽 这直接就气得他 又开始自知冒电 还威胁李昂必须多吃点 接下来好与他大战的三百回合 李昂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 可面对电耗子的淫威又无可奈何 只能乖乖地继续吃了起来 德乌斯就这样死死地盯着李昂 看了半天突然就开始坏笑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之前是谁一直叫着宁死不屈的 没想到如今的你 居然接受了那家儿的提议 现在你就是我们黑魔宝的马桶了 亏你之前还一直装清高 你可真是不知羞耻 凭了德乌斯的嘲讽 李昂眼神淡漠 这电耗子就是故意想看自己难受 李昂当然不会让他隔着 跟着就优雅地微笑 我只是觉得命比什么都重要 不过如果让我怀上胆小鬼的孩子 那可真的还不如让我去死 这话直接气得德乌斯锅里心破碎 突然一把就将李昂狠狠地按在了桌上 你当马桶可真是名副其实 嘴又硬又臭 有本事你再说一句谁是胆小鬼 本以为李昂又会被痛苦屈服 乃至他却戏虐一笑 我名字都没说就有人扎心了 这话更让德乌斯暴怒 让他想起曾被李昂支配的恐惧 原来黑土豆德乌斯之所以破防 只因曾经被李昂吊打到求饶 可李昂早已不是毁天灭地的魔王 如今只是胆小鬼案板上 任人蹂躏的鱼肉 上话说道 德乌斯被李昂唤醒了不堪的回忆 那时的灰色大地上尸横变 德乌斯身受重伤的倚靠在大树上痛苦呻吟 如果不是自己当时一时大意 没有闪 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 看着眼前不断靠近的神秘人 即便德乌斯耗尽所有魔力 也没给他造成实质性伤害 可李昂已经缓步走到德乌斯的眼前 原以为德乌斯将慷慨复死 哪知他立马投降认输 可李昂根本没有理会 既然你们敢主动碰了我一根毫毛 那么就要做好被我杀了的结局 李昂这疯狂的举动 吓得德乌斯全身发露 跟着又立马大叫 只要饶了自己的贱命 我就什么都愿意做 李昂居然停止了挥剑 你确定什么都愿意 德乌斯赶忙自夸起自己力气大的特长 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其实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可哪知李昂根本没心听他唠叨 我虽然确实需要寻找一个东西 不过就看你这令人作偶的样子 也不可能帮到我 并且也不仅仅是你 我说的是这个世界都是垃圾 所以这么无趣的世界 还不如让我火雕好了 鲜血滴答滴答地流下 李昂脑壳有点晕 可能是德乌斯摇晃得太厉害 你怎么不嘴硬地继续说下去 眼看德乌斯又要伤害李昂 梅菲斯特赶忙出来阻拦 内加尔大人可还想要孩子 你不能把他弄坏了 其他的随便你怎么做都可以 不过如果影响到内加尔大人的记录 那么就不要介意给你也多弄一动 则则 看着梅菲斯特这吓人的样子 德乌斯也不得不放弃伤害李昂 不过转念一想 这反而让他更加开心了 毕竟自己来此的真正目的就在眼前 李昂大胆与克里夫表白 我喜欢你 然而克里夫却没回应李昂的期待 甚至都记不清当时他的表情 上话说道 德乌斯将李昂按住 准备做点正事 但在曾经 德乌斯才是如小鸡般被单手举起的那个 面对疯狂的李昂 德乌斯很是无理 只能破口大骂李昂神经病 让李昂一时失了神 于是又开始自知放电 趁此机会 一脚提向了李昂 虽然敢跟本魔王玩鹰的 跑里掌控的德乌斯也嚣张了起来 你瞅啥瞅 李昂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直接提剑就要结果了他 只见李昂轻轻一跳 整个人迅速飞向德乌斯 随手一挥 剑气如龙卷风般呼鼓 真是恐怖如斯 原以为德乌斯会在剑下化为灰烬 但李昂的剑身却传来滋滋电流 气息感受完全没有割破的感觉 果然不愧是电耗子 溜得真快 虽然李昂还能感受到德乌斯的气息 但他对于弱小的黑店耗子 完全没有追杀的乐趣 就等下次碰到了随手灭了吧 毕竟现在的李昂突然想克里夫了 当时克里夫是偷偷地离开 将李昂孤独地留在这片荒芜的土地 原以为他还会回来 可是等了一千年也不见 看着曾经二人的爱潮空空荡荡 就如李昂那破碎迷茫的心一样 让他不得不承认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明明我都向你表白了 明明我都说想当你的恋人了 为何你不回应我的感情 为何我现在已记不清你当时的脸 没有你的这个世界 让我感受不到一切存在的意义 李昂的双手已被锋利的宝剑割破 但李昂始终没有疼痛的表情 只剩下伤痛仙麻木落寞的背影 克里夫 你到底去哪儿了 德乌斯只因吃了路边的夜面 就被梅菲斯特给掏了肚子 上话说道 德乌斯被李昂打成电耗子溜走 没想到他来到了梅菲斯特的植物里 主人 有个大黑土豆吵着要见你 这会是谁呢 细说一下那黑土豆有啥特征 嗯 张牙舞爪的又有点像蟑螂 还会放电的那种 一听会放电 梅菲斯特一下明白来的是德乌斯啊 另一边的德乌斯 由于没人引路 正四处瞎逛 没想到梅菲斯特那叫 居然真的在这荒芜的大地上 溅起了植物 德乌斯随手摘下一片叶子 却当场愣走 只因他居然变成了个软糊糊 还长着四只眼睛的东西 不停地在德乌斯手里移动 吓得德乌斯立马一口吃进肚子 这时刚好梅菲斯特也到 德乌斯你在弄啥呢 哇去 你干嘛吃我种的草 赶快给我布出来 你种的草不就是为了吃的吗 我才不要 这看的梅菲斯特很无语 可德乌斯居然还拍着肚子叫骚倒 我都吃进去了 有本事你掏出来 阿脸 德乌斯立马就笑不出来了 只因梅菲斯特已经把手伸进去掏了 真是幸运 这不刚好有个洞吗 不一会梅菲斯特就将叶子放回原来的里 你要理解我 毕竟种个花花草草多很不容易 以后可千万不要乱碰这里的东西 不然就把你的腿装倒手上去 德乌斯虽然很不服气 但是突然想起自己来的目的 希望德乌斯帮忙查一个人的信息 梅菲斯特让其说说有啥特征 德乌斯第一印象就是那满头金发 那如流动的熔岩一样闪耀的金发 梅菲斯特细细一想 没想到这地方除了德乌斯 居然还有人拥有亮丽秀发的人 不过梅菲斯特更纳闷的是 德乌斯你怎么知道这样的人呢 这可说到德乌斯的伤疤了 我肚子的这个洞 就是他给我开的 难道不是因为你太垃圾才会这样吗 德乌斯表示不服 明明是他搞偷袭 可梅菲斯特对德乌斯的恩怨并不感兴趣 不过你要是下次遇到 打不赢就来找我 德乌斯很慢慢 找你干嘛 嘿嘿 当然是将他作为新的研究对象 一个笔筒要同时装三支铅笔 你说是把铅笔消小好了 还是把笔筒加大好了 欢迎大家来到梅菲斯特老师的小课堂 现在有请模范生李昂来回答 难道不应该少装一支铅笔吗 梅菲斯特哈哈大笑 恭喜你回答错误 我觉得还是改造笔筒更简单 下一秒李昂就被梅菲斯特老师掉了起来 你这不是耍我吗 梅菲斯特满脸微笑 哎呀 被你发现了呀 不过请放心 我只是想给你上点药 毕竟之前德乌斯做得太过分了 而为了药液不留出来 现在需要临时封住伤口 李昂也不知道梅菲斯特用了什么药 只感觉肚子火辣辣的疼 不过幸好堵头不是很大 自己应该可以承受 可下一秒他就后悔说这话 嘿嘿不要紧张 只是御水膨胀而已 正常的物理作用 接下来梅菲斯特又贴心的用魔法贴了封铁 告诉李昂不要自己乱动 堵头会一天后自行脱落 即便有点臊痒 那也是正常现象 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 原本李昂都打算无奈接受 可听了梅菲斯特说为了自己好 居然哆嗦地坐了起来 明明都是为了他们三 还道貌岸然地说为我好 梅菲斯特相间一走 那只是你以为而已 毕竟对我这智商两千五的天才来说 想要达到目的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比如将你削成棍子 然后丢倒黑去去磨动了去 只需留着你最后一口气 最后让无数魔物帮我完成 到那时 你还会觉得我现在是不是为你好 不过这一切也不是我想做的 要谢你就谢那家尔大人吧 真让我莫名恼火 李昂只因伤口实在太痒 就忍不住想要伸手恼恼 哪知他力气太小没效果 李昂为此很烦恼 好巧不巧维利尔看见了 快来帮帮我 我的爱犬 上话说道 李昂被梅菲斯特问了个宋命题 回答错误的 被梅菲斯特用堵头封住了伤口 完成那家尔安排的任务就此离去 只听关门声哐当响起 李昂的心脏也跟着狂跳 刚刚那恐怖的气氛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连德乌斯都没有对李昂展现出如此巨大的杀意 难道是他吃了我给那家尔做的错误 而还没带李昂想迥败 左手就控制不住右手 两个小脚板也是互相蹭来蹭去 看来是肚子里的要开始起笑 里面犹如有个猴哥在大闹时 这让李昂发烧得越来越严重 辗转反侧 始终无法入眠 伤口的扫养也在不停地加剧 为了解决手能够着的麻烦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此时的维利尔做梦也没想到 李昂居然会对自己发出请求 于是光速来到李昂跟前帮忙 他那小心丹啊 哼哼跳个不停 发誓自己一定要解决李昂扫养的问题 可尝试了半天 却反而让李昂更加难受 只因自己根本无法解开梅菲斯特的封面 这该怎么办呢 明明李昂大人第一次让我帮忙 突然 维利尔咽下一大口水 此时内心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 而李昂也是越来越热 全身烫得不行 可就在情况越来越糟糕时 忽然 李昂就感受到一阵凉意气 回头看去 维利尔 你在干嘛呀 李昂大人 他们都说口水能够消毒杀菌 我看你伤口都化能了 所以想帮大人清理掉 这让李昂听了满脸不敢相信 不愧是我的爱却 然而由于长时间清理 维利尔居然也被药物感染 李昂大人 我也不正常了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 沦为生育道具的魔王李昂 终于看到了恢复实力希望 就如曾经绝望中遇到克里夫营 上话说道 维利尔因为帮助李昂清理伤口而感染 最后两人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乃至就在他们伴来伴去的时候 居然意外解开了梅菲斯特的封面 得到解脱的李昂第一时间就来泡走 此时的他感觉身体有点虚 看来以后自己要好好吃梅菲斯特做的饭 不过跟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只因和他们混在一起 就可以恢复魔力 可目前的问题是 魔力来得快 去得也快 李昂现在的身体就如一波尔式 无法将好不容易获得的魔力储存起来 李昂尝试了各种办法 总是无法解决 不过这跟以前的绝境相对 现在的状况又算什么 画面来到一处煽动 李昂全身疼地蜷缩到一起 这是一阵踏踏的脚步声不断靠近 李昂眼前出现一名帅气的暗夜精灵 就是他救了自己吗 他好黑好高 求求你 好心人 帮帮我 好难受啊 哪知男人却说要帮他去死吗 毕竟死亡是从痛苦中解脱的最快方式 李昂当然不干 我就是叫疼 又不是想死 我想好好活着 可男人却告诉李昂 你的身体很糟糕 即便现在不死 也很难在这满是怪物的地方活命 李昂压麻呆住 既然这样 为什么要从他们口中救我 而男人并没有回答 毕竟他也不知道为何 李昂见此并没有放弃 哭着对他发誓 我一定要磨下去 就是这样 就在这里 绝对绝对要 可话还没说完 李昂突然剧烈咳嗽了起来 下一秒就倒在地下 直接不省人事 男人淡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你都这样了 还想着活下去 那么 你的誓言就由我来实现 小可爱 小时候的李昂也太可爱了是吧 克里夫你怎么能忍心抛弃他吗 上话说道 李昂发现你那群变态手下血作 也可以获取魔力 可问题是自己的身体已成为了破碗 为此李昂一直发愁 而且那群家伙也都出征了 现在的自己可真是闲得淡朗 忽然 李昂注意到墙角一个小东西正在蠕动 细细一看 这不就是梅菲斯特封印自己的赌头吗 什么鬼 怎么这玩意跟小海豹似的 梅菲斯特那家伙的魔力真是没出用 突然李昂瞳孔放大 脑海中灵光一闪 想起还有种可以把魔力蓄积到其他物体上 将其当作冲魔宝的方法 不过冲魔宝的选择很关键 要容量够大够持久 还要随身方面 而恰好有个东西很不合 那就是克里夫送李昂的耳环 他是克里夫送给李昂的第一个礼 尽管随着时间流逝 克里夫的痕迹逐渐消散 可李昂还是将其留到最后 而现在他又成了李昂的希望 立马就开始起身去寻找 目标很明确 当时第一个对自己下手的人是梅菲斯特 现在耳环最可能就在他那里 可由于自己曾经的城堡太大 李昂又不知道梅菲斯特的具体位置 路痴的他就这样迷了路 好巧不巧的还踩到一个魔法阵 随着魔法阵的起落 李昂脑袋也开始炫烟 这都是什么糟糕的阵法 嗨嗨 这一定是梅菲斯特那家伙了 身体越来越不行的李昂 只能找到门口逃了进去 李昂受阵法的影响 身体快要坚持不住 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门 并入眼前的居然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 刚一走进来 只是闻了书的味道 身体就恢复了正常 没想到那群家伙还有爱学习的品好 李昂摸着古老的书籍 发现每本书的语言都不相同 估计都是他们从别的世界抢来的吧 忽然 李昂原地尊主 貌似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 小小的李昂可爱到爆炸 大大的克里夫帅到吊炸 上话说道 李昂找到了一本神秘书籍 居然是少年王鲁贝尔的冒险 这让李昂堵物四人 又回想起甜蜜的曾经 那时的他正被克里夫救治 刚开始的时候全身难受得要死 呼吸如火可心冷又似冰 精神也如同万一啃食 不知经历多少次昏迷与苏醒 可每次睁眼总能看见 让人安心的光明 李昂也一直在想那是什么 在黑夜中如此闪亮 终于 李昂想起来了 那是星星啊 没想到星星居然在眼睛里 时光燃燃 李昂动了动肉肉的小手 感觉一点都不疼啊 好开心啊 跟着就麻溜的下床站着看看 可大大的衣服总是滑下去 正当李昂为此烦恼时 你醒了呀 啊 该论在原地 没办法 眼前的他 气场强大 帅得吊渣 吓得李昂小可爱啪啪 男人伸出了手 关心问其还有没有不舒服 这更让李昂色缩到全身发动 可这都是身体的本能 其实李昂并不是想要躲 待气缓和一点后 不安地表示自己身体棒棒的 全身上下感觉好极了 男人看着李昂那紧张拽住衣服的样子 并没有多说其他话 只要李昂身体不疼就好 随后解下了自己的发带 递给了李昂 那接着吧 总不能一直抓着 以后我会给你找套合适的衣服 做完就跟李昂告白离开 让他好好休息 待李昂反应过来还想说什么事 男人早已消失了没影 李昂明白 刚刚是自己白担心了 毕竟一来就遇到了各种恐怖的怪物 不知他会不会讨厌自己啊 可也不怪本可爱 谁叫他全身又黑又大 脸上还有豹纹 谁看见了都害怕呀 但不管怎样 他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可惜没有跟他说谢谢 名字也忘记问 忽然 咕噜噜 咕噜噜的声音响彻山洞 幸好得亏是没人 这肚子饿的叫声也太大了吧 为了让他闭嘴 李昂踏上寻找食物的道路 可这洞内到处都是牛角尖 一个人影也没有 呜呜 难道我这小可爱就要饿死在这里吗 忽然 李昂留金的发丝飘逸了起来 他转头看去远处的岔口 感受着那里有威风扶来 可殊不知外面等待他的并没有果腹的食物 而他却即将成为怪物口中的美味佳肴 可爱哭了 就问你心疼不 上话说道 李昂找到一个吹风的牛角尖 一阵鼓道 小手一推 李昂终于来到了外面 威风跟李昂的秀发撒起了娇 然荒凉大地看不到任何吃 看来是没有能让肚子闭嘴的东西 忽然 李昂的心口突然疼痛 自己的身体看来还是很差 原以为这一切都是过于真实的梦 可就当以为自己离开洞穴就能醒来时 才发现一切都是自己痴心妄想 李昂的记忆开始错乱 人也更加彷徨 殊不知背后有个老六正盯着他 可由于老六不太轻手轻脚 被李昂察觉回头看去 一只恐怖的怪物出现在李昂眼前 他看着这可口的李昂 他娜子流得满嘴都是 而李昂被这丑东西吓得蒙住 怪物趁机向他飞速扑去 如拍大星般的大嘴眼看就要吞了李昂 可他吓得已经全身动弹不动 下一秒 天空就吓起了血雨 原来又是那个男人出现了 李昂是一点事都没有 可怪物那如拍大星般的嘴已经被撞得稀烂 货救的李昂扑通跪倒在地上 还以为自己又要死 没想到又被他救了一遍 李昂心想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哪只话没说出 身体就飘了起来 李昂有点不知所措 你干嘛呢 快放我下吧 没看见我扑通的小脚丫吗 男人终于说话了 你之前怎么向我发誓的 这就是你说的想要活下去 完全不珍惜我好不容易治好 如果以后再犯傻 那我可不管你了 看着凶巴巴的男人 李昂哽咽了起来 肚子也配合得开始叫出声 我只是想找吃的 可男人还是面无表情的可怕模样 吓得李昂直接破防的哇哇大 我不是什么傻瓜 我就是失忆了 克里夫开始带娃 让李昂变得强大 上话说道 李昂很委屈 哭得哇哇大叫 我只是肚子 呃才不是傻瓜 于是克里夫就为李昂准备了烧口 这味道嘎嘎棒吧 嗯除了有点心 其他还好 这也没办法 我很久没做饭了 还有我为刚刚举你的事情很抱歉 一说完 气氛就陷入安静又尴尬 还是李昂主动张了嘴 为什么那些怪兽喜欢争着吃我 克里夫是个大直男 当然因为你又弱又好吃了 如果没有我 估计现在变成棒子的就是你了 李昂点头认可 一切都怪自己生的美丽丽实力 既然这样 那你帮我变大便墙不就好了 可克里夫却佩服李昂真实感想 我可不想带娃 那你想看着我死吗 我这么可爱 哈 克里夫一诗无语 虽然内心是承认的 李昂见此加大嘴炮输出 自己学会后会好好报答你 克里夫稍加思考 立马就答应 毕竟现在不缺时间 李昂开心极了 不停地跟克里夫说谢谢 克里夫也浅漏微笑 小鬼就是小鬼 这时 李昂主动做起自我介绍 并询问了克里夫的名字 克里夫一时顿住 短暂沉默后 让李昂教自己克里夫就好 就这样两人正式相识 克里夫开启了待玩日常 简单描述了李昂宇宙次元的基本知识 次元互相碰撞会产生裂纹 有些人不幸掉进去 就会进入其他次元 不过大部分都不能活着 李昂一听 看来自己还是很幸运的 克里夫却吐槽 如果幸运就不会掉进裂缝了 更别说 你还掉入没有管理者的次元 李昂不明白管理者是什么 克里夫解释管理者 就是掌握这片次元生死的神 有他在 世界才会延续 不然整个次元都会被消灭 李昂一听 直接震惊地立了起来 那你也要死掉 怎么还若无其事地待在这里 哪知克里夫自信满满 谁叫我很强 强到可以自由穿梭次元 本来我就不是这个次元的人 李昂更加惊讶 克里夫也奇怪 自己的倒霉很郁闷 虽然你说得不错 但前提是你要带我长大 克里夫为李昂摸 小可爱 你要练剑吗 大叔 我不学剑 我想要比里啪拉啪 上话说道 克里夫开始正式带娃 第一时间就引李昂来到书库 看着满屋子的书籍 李昂边跑边呼 太酷了 随即就像个小孩到处翻箱倒柜 克里夫看着李昂无所雕位的态度 又想起那求生时天生的傲慢 他身上的一切 无不彰显着克里夫最宝贵的东西 忽然李昂叫了声克里夫 原来是发现自己一本都看不懂 克里夫处逆了 让我教你就好了 不过你先把手给我摸摸 虽然不明白克里夫要干嘛 但李昂还是将小手递给了克里夫 而克里夫刚一上手 就明白这是练过剑 看来他说自己不傻 只是失忆了 还真没骗人 不过一想到李昂受过高等教育 那么他父母发现孩子丢了 估计一定很伤心吧 也不知他还能回到他们的怀抱 而就在克里夫为李昂担心入神时 李昂有点怪怪的开口 那个 太久了吧 随即克里夫松开了手 李昂敲咪咪地溜出安全距离 跟着克里夫叫住李昂 然后召唤出一把闪光剑 以后先不忙看书 你先拿着这个试试 毕竟看书可吃不饱饭 兽人鱼不如兽人鱼 后面我先教你练剑 然后你才可以独自生存 而当李昂小手握住剑柄的那一叉 那种感觉是如此熟悉 恍惚自己是天生的剑士 哪知爽不过三美 李昂又叫了克里夫 我更想学你抓怪物 使用的那个逼里啪啦碰 克里夫明白李昂是想学魔法 可是使用魔法的前提是要有魔力 小家伙 你现在可什么都没有 不懂就问的李昂问如何获得魔力 克里夫老师告诉他 最简单的就是请别人 比如狩猎那些怪物 站为己有 因此 你现在要做的第一步 还是要先练剑 乖学生李昂一听就懂 激动的大叫 自己以后要多抓点吃 克里夫露出瓷促般微笑 是啊 你要多吃点 才能茁壮成长 克里夫这猝不及防的摸头杀 让李昂怦然心动 屏幕前的我 都能感受着现在的李昂有多幸福 幸福温馨的怀抱总是让人沉醉 不告而别的克里夫让李昂心思 上话说道 克里夫让李昂练剑 然后宰小怪兽吃 不知不觉 李昂已经练习了两年半 现如今已经能不自战胜魔力宝 就是每次大战后 弄得自己又黏又臭很难受 可不管再累 李昂都要先喜香香 因为马上就要见到克里夫了 李昂也不知不觉地长大 边走边开心地呼叫克里夫 可走近一看 李昂发现克里夫居然闭着眼睛躺着 于是用小手在他眼前晃了 克里夫 你真睡了吗 尝试了几次后 看来克里夫是真睡了 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熟睡的克里夫 李昂充满了心情 露出了秘之微笑 跟着用手戳了戳克里夫的酒 捏了捏他那帅气的脸庞 咳 咳 没想到克里夫的脸也是Q弹软嫩的 毕竟每次远看他就像个没有感情的大石头 而且还是坚硬冰冷的那种 可现在凑近一休 其实跟我也一样嘛 虽然李昂早就明白克里夫是外冷那人 但说到底 他对克里夫的了解还是很少 只因克里夫除了教李昂如何生存成长 其他关于自身的事情并没有过多地告诉李昂 李昂多么想了解他的全部啊 不知不觉 李昂感受着克里夫的温暖 陷入了熟睡 睡梦中的李昂孤身一人 大声呼唤着克里夫的名字 却始终没有人回应 李昂逐渐恐惧 克里夫 克里夫 你在哪 可回应李昂的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李昂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啊 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骗子 你个骗子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就算你不愿做我的恋人 也不应该这样逃避 突然 轰隆声响引起李昂的注意 泪眼盈眶的眼中 出现了三名罪该万死的生物 他们一来就私自划分区 然后当着李昂的面开始了破坏 破坏着李昂与克里夫为数不多的共同回应 李昂不停地大叫 停下来 不要啊 直至整个人开始崩溃疯狂 忽然 画面来到李昂惊醒的样子 眼前还是之前宏大的图书馆 该死 为何我又会做那种无力糟糕的梦 只听啪的一声 李昂顺眼看去 原来自己是看那本书睡着了 而正当李昂要弯腰捡起时 哪知突然传来睡得不错的声音 李昂一听就知道是梅菲斯特那家伙 也不知道他来了多久了 哈哈 看你的样子 不知做了个什么美梦 我都不忍心吵醒你 李昂只因故想随地大小便 红脸求着梅菲斯特帮帮我 上话说道 李昂从美梦中醒来 发现梅菲斯特也来到对面 你是闲得蛋疼特意来看我吗 还不是有个在意的人消失了 说什么在意 还不是怕我跑了 当我傻呀 梅菲斯特玩耳一笑 那你想听我说真话吗 闭嘴吧 梅菲斯特呃哼一下 真的闭嘴 李昂就这样干瞪着他 不然 梅菲斯特发动悉心大马 李昂脚下的书就飘了起来 不顾李昂的等一下 就要看看他读的什么书 少年王鲁贝尔的故事 貌似自己也看过 就是个平凡少年 为了治疗家族疾病 而经历各种冒险 最终杀了恶龙成王的故事 这么荒唐无聊的爽 真是不值一看 李昂可不认同 那是我最喜欢的书 是啊 是啊 我们的口味本来就不一样了 这让李昂忍不住吐槽 你那毛骨悚然的重口味 谁能比 梅菲斯特 啊哈哈 真的吗 李昂可不想探讨这话题 直入主题的找梅菲斯特要项链 然而梅菲斯特却笑着说 自己已经扔了 李昂当然不会被骗 毕竟他可知道梅菲斯特有收藏想过程 更何况那还是自己的贴身之物 扑斥一下 果然你是了解我了 不过即便在我这 我又为何要给你 李昂却说你不需要知道 但内加尔可跟我约定好了 让我享受之前的一切 我可是随时随地都在旅约 难道你要违背内加尔的命运吗 没办法 梅菲斯特认输了 谁叫那是内加尔大人了 说完就将耳环还给了李昂 看着手中的耳环 李昂一时陷入了尸身 这是化身好奇宝宝的梅菲斯特 却想知道李昂要耳环淡麻 可李昂却是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你觉得我会说出来吗 然后就起身准备离开 梅菲斯特保持优雅 不再多问 哪知李昂刚走半步就停了下来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回去的路线 你只需要一路向西 然后找到魔法阵传送就好 李昂冷眼一看 不懂有何所想 跟着就转身离去 而梅菲斯特却拿下了眼镜 感觉整个人都很心累似的 自己也快要到极限了呀 虽然私事方面没问题 但是总是不情愿也很麻烦 忽然梅菲斯特瞳孔放大 原来是李昂又回来了 只见他哼吃了半天也不说话 瞪着我干嘛 你咋又回来了 李昂脸红得泡泡肠 请你帮帮我吧 紧急事件 李昂被哥布林王扑倒了 梅菲斯特会救他一命吗 上话说道 李昂要求梅菲斯特帮帮自己回家上厕所 可上完厕所的李昂却还是很惆怅 感叹着自己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 虽然知道获取魔力的方式方法 可来的还是太少太慢 真想有个人能帮帮自己啊 然而他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与手下转圈圈 该死 自己真是疯了 这么丢脸的事情 我居然还主动想 可这也不能全怪李昂 毕竟身体转久了 会形成惯性的 也不知何时 李昂由原来的单纯宝 变成了卫达木 而不择手段的狼人 竟然想要靠体力恢复魔力 该死的自尊心去哪了 李昂是越想越烦 辗转反侧 哪知忽然李昂起身 好像就梅菲斯克那家伙不喜欢转圈圈 自己也没看他转过 亏他还是个有机生物 不过他明明是个大变态 李昂实在想不通 为何自己老是乱想啊 真是羞死了 李昂猛得起身 自己还是干点其他的吧 不然自己也成变态 说吧 李昂就打算去图书馆看看书 路上李昂看着手中的魔石 真想不到梅菲斯克会这么大 有了他自己就可以随意通过魔法 难道他还有其他目的 而就在李昂想梅菲斯特时 殊不知危险正在靠近 当他感受到身后的热气时 李昂回头一看 满眼露出惊恐的表情 下一秒李昂就被神秘怪兽压到背 李昂如红若昆一样 无法反抗 这到底是什么丑东西 居然还流着恶心的口水 恍惚要吃了李昂一样 你搞什么东东 还不给本魔王爬起 哪知怪兽却压得更用力 李昂完全无法挣脱 真是该死 难道本魔王就要交代在这 为了活下来 李昂艰难得想要抓回魔石 可抬眼看去 梅菲斯特竟出现在眼前 怎么他刚好出现在这里 那么 大家开猜 梅菲斯特是会救李昂 还是冷眼旁观叹戏呢 李昂本想任命被哥布林羞辱 幸好梅菲斯特及时出手相救 可事后李昂却反怪他只看不动 这让梅菲斯特觉得李昂有点其他想法 上话说道 李昂被哥布林王扑倒 正好梅菲斯特出现在眼前 这让李昂怀疑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本想大声地斥责梅菲斯特 可却被哥布林王一把紧紧扔住 跟着这丑陋的生物就要开始发狂 李昂无力反抗 留下不甘的眼泪 为什么那家伙要这样戏弄自己 我早已不是曾经高傲的魔王 如今居然被一只砸碎给欺压 这时李昂又想到自己需要磨灭 无奈打算开始接受任命 梅菲斯特就这样傻愣愣地看着 不然 鲜红的血液滴落在李昂的脸上 梅菲斯特嘴角开始上扬 待李昂睁大眼一球 哥布林已被梅菲斯特的触手贯穿 李昂被眼前的场景吓得压麻呆住 随着触手刷啦啦一回 哥布林就被摔成了肉呢 李昂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一切不是他安排的 还不待他想明白 梅菲斯特就为他披上了外衣 我还有好多好看的衣服给你穿 真是谢谢他帮我撕赖 说完就要拉着李昂去研究室 路上 李昂开始不断地怀疑 难道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折磨我 看着梅菲斯特的背影 李昂现在的心情很是复杂 不一会儿 李昂就一道研究室换好衣服 这时也终于忍不住问起了梅菲斯特 你为什么要帮我 明明你就是个变态偷窥狂 那你 梅菲斯特想吃惊 自己什么时候成了偷窥狂 李昂情绪激动 每次你都喜欢偷偷看我 刚刚也是看了两分半 梅菲斯特解释 刚才那可真不是自己故意的 原本我是为了追从研究室逃出来的玩意 就是刚好看见有趣的事情 才多观察了一会儿 李昂无语 这不结果都一样吗 哪知梅菲斯特却连连点头 谁叫这太有意思了 明明之前你跟他们仨转圈圈的时候都很反抗 可面对那个臭东西 你居然妥协了 难道你更喜欢重口味 这话气得李昂直接拍桌子 那还不是因为你只看不动 哪知梅菲斯特听了满脸微笑 原来是怪我没有行动了 跟着直接将李昂闭咚到椅子上 难道你还希望我对你做点什么吗 梅菲斯特终究是逃脱不了李昂真相定 大家最想要看的李昂和梅菲斯特谈了 上话说道李昂生气梅菲斯特只看不动 这成功勾引起梅菲斯特的兴趣 你就这么想跟我体验一次出手快乐吗 我可没疯 那万一有啥快乐 见李昂不承认 梅菲斯特还特意分析 快乐和喜欢并不相同 我想跟你快乐 但并不表示我喜欢你 所谓的快乐不过是生物最本能的欲望吧 更何况是这片早就无法孕育新生命的死透大路 李昂搞不明白梅菲斯特在念叨什么 可梅菲斯特依旧自顾地说道 其实我一直将自己的快乐控制得很好 不像那个臭黑皮土豆蟑螂一样 居然把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 对我来说 任何没意义没结果的行为 都让我提不起半点兴趣 可李昂听了完全没意识到接下来的危险 居然还吐槽梅菲斯特是个大闲争 然后就要动手推开梅菲斯特移动的手 哪知自己却被梅菲斯特直接拽住 尽管李昂痛苦地呼叫 让他的猪蹄子放开 可梅菲斯特却没有半点松开的迹象 他的胸口还开始咕哲咕哲响了起来 抱歉了 看来最终还是控制不住 李昂瞬间面露恐惧 梅菲斯特的身体分出如霸王花般的不明生物 很快他的全新姿态就呈现在李昂面前 这可怕的场景 吓得李昂拼尽全力也要后退 可下一秒 他的双手就被梅菲斯特的小弟缠上 李昂恼得大叫 你的怪物 赶快放了自己 怪物 嘿嘿 你骂得没错 毕竟我的体内融合了三个魔物小弟 本来平时我都可以压制住他 可是一旦被外界的快乐勾起了兴趣 那也由不得我啊 而这一切都怪你自己 切 不要给自己的放纵找借口 我才不背锅 为了传递社会正能量 接下来李昂的不开心 我替大家坚决不看 梅菲斯特的火龙果实在是太大太好吃了 一不小心李昂就吃多了趁匀过去 上话说道 梅菲斯特的火龙果被李昂勾出 说什么都要请李昂吃了它 可还不带他搞清楚状况 就被梅菲斯特强行喂了什么东西 李昂担心地问梅菲斯特给自己吃了啥 梅菲斯特让他放心 就是一种健胃消食片 可以放松身体 绝对无害 毕竟我养的火龙果 可不是一口就能吃下的 李昂就这样被梅菲斯特强制喂食 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人 人都撑晕了过去 看得梅菲斯特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没想到自己这火龙果不要太好吃 怎么一不小心他就这样了呢 看来李昂你真是个脆皮魔王啊 李昂居然让火龙果吃笑了 看得梅菲斯特都猛了 上话说道 李昂吃火龙果晕了过去 可梅菲斯特并没放过他 李昂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肚子早已经装不下 五脏六腑都挤得没位置 李昂是真心吃不动了 没想到他堂堂魔王 会有一天死在火龙果上 然而梅菲斯特可不管 光头喂他还不放 居然还研究起李昂为何这样反应 感觉你变呆了 眼神里没有光 明里五喂过你健胃消食片了 难道你对他过敏 还是吃的方式不对 李昂一把扒开梅菲斯特 是个人吃了你的火龙果都要变傻 而这时梅菲斯特求之欲开始作嘴 一心思考见味消食片 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可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决定还是让李昂先把火龙果吃完再说 于是又开始无情地投喂 本以为肚子快爆了的李昂 会哭着求梅菲斯特停下来 哪知他反而笑了 这更让梅菲斯特闷闷 难道火龙果吃多了会让人发疯 终于知道为什么人人都想吃李昂 梅菲斯特的火龙果触手是怎么来的 上话说道 李昂吃火龙果吃到发疯 梅菲斯特看得有点发芒 一句哭笑着说出的喜欢 更是让梅菲斯特轻轻暴体 跟着一手捂住李昂的小腿 你自己觉得身上的味道呛不呛 李昂难闻回答 刚刚差点晕了过去 你身上总有一种特别的气力 只要是生物闻到 就会被勾起最原始的欲望 本来在你强大的时候 没人敢对你做什么 可现在不一样了 如今你都活在内加尔大人的保护下 尽管他走了都会安排那两个人代替 没有内加尔大人 估计你早就被各种魔物吃了 虽然之前的哥布灵王不是我故意放的 但是我确实刚开始不打算出手帮你 毕竟我一直就对你不感兴趣 奈何这具身体的本能实在抵抗不了 画面一转 烈焰爆燃 青年时的内加尔躺在地上无法动态 此时的他 大脑已经受损了三头 魔力开始密流 整个肉体破烂不堪 随着血液的不断流失 迟早要凉 这时 内加尔看见对面走来一个人 那是他从来没见过的帅脸 可又充满了杀奇 然而现在的他没有一点力气反抗 偏偏现在内加尔大人还敢沉睡 灵灵我答应了他要守护好这个地方 灵灵我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熊熊火焰不停地燃烧 忽然 刷辣一下 一种神秘生物出现 迅速如动着 爬向了内加尔 一来到跟前就毫不犹豫露出筒 跟着迅速地刺入了内加尔的大脑 剧烈的疼痛 让内加尔猛然睁眼 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弹起 撕心裂肺的大脚 响彻整个血色大怒 原来如今的内加尔是李昂一手造成 难怪一直就对李昂心怀恨